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迎接新年党期漫威和迪士尼 携手合作的动画片《大英雄天团》 描述天才少年和机器人悲面 对抗邪恶势力 惊险刺激的剧情 夹带许多感人情节 加上呆呆的悲面闹出不少笑话 掳获小朋友的心 另外好莱坞金童玉女 珍妮佛罗伦斯和布莱德利库博 再度合体 这回饰演大萧条时期的 木材大亨夫妻党 两人前一秒缠绵 下一秒算计 剧情引人入审 好莱坞影后 珍妮佛罗伦斯又有新作品 她在电影《瞒天杀鸡》 诠释由爱生恨的恐怖情人 为了报复丈夫不忠 展开连串夺命计划 你会有个儿子 你会骗 这是她和男星 布莱德利库博第三度合作 两人相差十五岁 但默契绝佳 成为影迷心目中的 模范一幕情侣 你会忘记了所有人 我们从一个超级英雄 我们从一个超级英雄 来吧 走 我不是很快 我不是故意 迎接元旦假期 比士尼推出动画剧作 改编漫威漫画的大英雄天团 主角阿广和哥哥发明的机器人 背面成为好友 合力打击邪恶 拯救世界 灵魂人物背面 圆滚滚的身材 和天然呆的模样 征服不少大小朋友 那是你的名字吗 玛丽 电影《大眼睛》改编真人真事 女星艾美亚当斯 饰演武林年代的知名画家 玛格丽特基恩 以绘画大眼睛人物文明 为什么你骗人 她的作品红遍美国 却遭到丈夫无情剽窃 随着两人感情失和 她决定对付公堂 夺回属于自己的画作和名声 我得让这些回忆保持它的清晰 华人影后郑佩佩 最近和英国同志影星般微笑 合拍电影轻轻摇晃 片中她饰演遭逢丧子之痛的母亲 和儿子的同志伴侣 打破语言障碍 从对立到走出伤痛 争执情感转人热泪 被誉为继李安的喜宴后 又一部跨越性别 和文化的动人作品 中央社综合报导 华语流行乐坛的歌神张学友 会为七年推出国语新专辑 先前曝光的两首单曲 在网路音乐平台和各大冠军榜 创出好成绩 张学友最近跟亲自飞来台湾发片 现场演唱新歌 以充满感情的浑厚嗓音 宣告歌神回来了 张学友对新专辑的要求很高 像说有唱片公司奥远 不惜砸正本 从编曲配乐到录音 都找全球顶尖的音乐人才和设备 花的钱足够做两张专辑 花的钱可以问环球拿吗 对不对 然后原来这张 已经早在好几年前签了 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预算 然后说我已经付你了 我说我了吗 早就付你了 对 真的我的妈呀 早知道做神一点 今年刚好是张学友出道三十年 两岸三地许多艺人 特别录制短片为张学友加持 在三十年前我跟你一起 就是比赛 然后竞逐那个最佳新人奖 没想到一家演已经三十年 冲心的祝贺 三十周天的大作里面 能够卖个满坛红 每首歌都要凉三日 然后每首歌都能够 兢兢兢兢兢 这段祝福短片 搜集了三十位艺人的祝福 张学友看了既开心又感动 尤其导演吴宇森和徐克等前辈集的人物 也来相提 让他格外感动 也证明了张学友在演艺圈的超级好人员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王一文特别报道 双家人升旗典礼 跟各位报告 是三十六年来的第一次 中华民国威胁 各位的出席就代表 对自由民主中华民国的一个支持 中华民国威胁 中华民国威胁 舞者俐落舞姿赢得观众贺彩 华航参加第126届洛杉矶玫瑰花车游行 以云门舞者为主题的花车 再度夺下国际首奖 这也是华航参赢多年来 第24度获奖 一看的时候很感动 而且还有四个舞者在旁边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蛮有特色的 跟很多别的花车比 不太一样 拥有百年历史的玫瑰花车游行 是全美新年一大盛事 尽管今年冷气团袭击南加州 入夜气温将近摄氏零度 许多民众还是彻夜守候 抢占绝佳视野 今年共有41辆花车参与 主题围绕在激励人心的故事 华航以享誉国际的云门舞者 顺利蝉联国际首奖11连霸 我们在花车上 把台湾的很多观光元素 包括我们知名的蝴蝶 我们的花卉 我们的文化表演 都放在上面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 华航花车的这个展现 能够让台湾的观光知名度 跟观光品牌向上提升 今年的花车充满新奇元素 包括跳跳乐的弹簧床 自由女神 和充满视觉效果的火山爆发 陪伴民众迈向新年新气象 中央设计者吴邪昌 洛杉矶报道 上海外滩跨年夜发生踩踏事故 造成至少36死49伤 其中包含台湾籍女子 一死二伤 不幸离难的周一安家属 一号晚间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神经落寞 不发一语 随即赶赴殡议馆处理后事 家属希望能找专业人士 为王者招魂 另外两名台湾籍伤者 李玉云目前留院观察 陈秋璇伤事吴大爱 已经出院 根据大陆媒体及上海警方描述 跨年夜当晚在外滩成艺广场 观景平台楼梯间 因人潮对冲造成推挤 跌倒 上海警方虽调动500名警力 试图分流人群 仍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外界质疑 因外滩18号附近 商家抛洒疑次美元折价券 引发民众推挤 上海警方指出 纸张洒落处距离踩踏事故地点 约60公尺 而且只有少数人减实纸张 并没有发现人群挤压 因此两者并没有关联 这起不幸事故发生后 海基会以围请海协会 代为表达深切的哀悼 与慰问之意 装饰记者高兆芬上海报道 最后关注更多影坛消息 下周将是美国影坛精彩的一周 被视为奥斯卡风向球的 美国制片人工会奖 预计台北时间5号晚间 公布入围名单 随后美国剧作家协会奖 也预计在7号晚间 公布入围名单 至于横跨音乐、戏剧和电影类的 全美观众票选奖 则在8号登场 后续精彩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